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除了化身最强母鸡 与各区的市议员候选人扫街拜票外 更打出了夫人牌 妻子挺了六个月运渡作为蒋万安的分身 参与活动跑行程为选战做最后冲刺 紧握选民的每一双手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夫人石访轩 挺着六个月的运渡 来到大安区成功市场扫街拜票 要在选战倒数时刻做蒋万安的分身 而蒋万安则是化身最强母鸡 与各区市议员候选人进行扫街 尽全力催出每一张选票 过去两次立委选举我太太都有陪我在最后阶段 扫街拜票或者是追垃圾车跑一些行程 所以有时候晚上回家也帮我准备一份宵夜 听听我一整天发生的事情 她一直是我非常好的心灵伙伴以及后勤支援 这一次因为刚好还有身孕 还有三宝 所以我想接下来在选举最后阶段 她一直也很关心我的选情 所以倒数几天她也会当我的分身 陪着我参与一些适合 而且她身体状况有允许的话 一些行程 所以我想一些受邀我们两个同时出取的活动 也会一起参与 对我来讲就是最后冲刺 全力以赴 加倍努力争取市民的认同 也把握每一次跟市民朋友接触的机会 透过阐述对于台北市政未来 破坏的蓝图 具体的政策 能够让市民更加的了解 也持续让我成为市民最好的选择 特别是现在 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 更努力 更勤奋 更谦卑 我们态度就是如履薄冰 战战静静 不敢大意也毫不松懈 我想我要向市民展现 拼搏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和毅力 我认为我也坚信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下一代 而投资下一代 就是投资台北的未来 蒋万认为相较其他五都 台北市进步脚步缓慢 因此在选战进入倒数一百天时 他展开行脚计划 深度走访十二个行政区 了解地方需求 同时也频频举办政策发布会 让选民了解他的市政愿景 台北市在过去这几年 相较于其他五都进步的脚步 还有相较于国际其他的城市 进步的步伐幅度 其实我想市民都感受很深 所以我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 也应该要正视这些问题 不管是商圈的没落 人口流失的严重 都跟速度的缓慢等等 所以我想唯有正视问题 拿出解方然后告诉市民 要怎么样来解决 才符合市民的期待 其实我想民调都会有这种变化 但对我来讲就是财文脚步 一步一脚印扎扎实实在基层 请走请握每一双手 也持续的透过跟市民的对话 告诉他们以及阐述 我对台北市政未来 破坏的蓝皮具体的政见 然后争取市民的认同 对我来讲 我个人就是持续的基层请走 让我成为市民最好的选择 那我想其他对手 他们不管如何 我们都希望能够回味到 选举的主轴 市政的讨论 中共议题的交换意见 我想这才是市民的期待 面对对手陈时中 平平合体总统蔡英文站台开讲 黄珊珊则是强打三年半的 副市长经验 选战最后关头 讲完选择请跑基层 要用一步一脚印 赢得选民的支持 争取11月26号 让台北天空再现蓝天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年关尾牙将至 民众将有更多的饮酒聚会场合 根据交通警察大队第四季执行 取缔酒后驾车大执法专案显示 111年10月 取缔酒驾是373件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5件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 目前有酒驾合作业者提供酒后代驾服务 今年7到9月 每月服务件数均为16000件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酒驾汉命事件时有所闻 为了深化酒驾零容忍 酒后宿醉不开车等观念 交通局表示除了持续加强宣导 目前有酒驾合作业者提供酒后代驾服务 今年7到9月 每月服务件数约为16000件 民众可多加利用 那按照交通警察大队所提供的 今年1到10月的一个酒驾 交通事故史上的数是188人 相较去年同期189人 其实差不多 不过因为今年的新冠疫情逐渐的趋缓 加上年关将至 所以相对的各位市民朋友 参加尾压相关的饮酒场的活动 都会相对的比较活络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的呼吁 各位市民朋友不要酒驾 也不要宿醉去驾车 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一个酒后代驾服务的 一个多元管道来进行预约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那以7的一个iPhone系统 可以提供一个酒后代驾的一个服务 那也可以透过手机直播55850 或者是视话拨打0800 055 850 那另外还有一个管道可以透过我们台北市政府 台北好行APP 里面的计程车服务功能 下面有一个酒后代驾服务的一个选项 那都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多多的来利用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呢 不只保障自己的安全 其实也可以看紧自己的荷包 以酒后代驾服务每10公里以内 不超过1000元 那其实若以罚者来看的话呢 汽车酒驾的出饭的罚者就是3万到12万 那是我们整个酒后代驾服务费用的30至120倍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特别的呼吁市民朋友看紧自己的荷包 也特别保护自己的安全 那另外在整个酒驾执法的一个部分呢 江湖喜团大队今年10月1号开始 取缔酒后驾设大使法的一个专案来施行 展现杜绝酒驾的一个决心 那在10月的一个取缔的一个数据里面来看呢 以0到6点43%的比例最高 其实是6点到12点的29次之 那数据显示呢 宿醉酒驾的一个情形有增加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哦 各位市民朋友哦 除了过去常在呼吁的千万不要酒后驾车之外呢 那宿醉所产留的酒精也会影响到您的判断 驾车行为可能会大受影响 所以在这边特别呼吁宿醉不开车 那我们一起跟酒驾说no 拒绝酒驾平安回家 交通局表示 虽然民众普遍已有酒后不开车的观念 但也要留意喝酒后隔天宿醉 也会严重影响驾驶的判断与反应能力 应避免骑车开车以确保交通安全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1959动物保护专线上线楼 以往的动物救援专线冗长又难记 因此台北市政府特别规划简单好记的号码 24小时提供全无休的动物救援 方便民众通报案件 台北市动物保护救援专线号码1959上线 原有的87913064专线号码难记又多 因此台北市政府取协音 你救我救 方便民众记忆 大家在遇到受伤受困 或发现有虐待动物的情形 都可以立即拨打号码 让动物得到及时救助与照顾 其实我们依照我们的统计 一年的动物的通报案件 动物救援通报案件将近1万多件 那这里面包含犬猫就1300多件 非犬猫也有4000多件 所以它的使用量其实是非常高 那过去我们在动保处 其实是有一个救援专线 但因为救援专线这个号码不容易记 所以一般市民朋友还是会打电话给1999 那么1999说实在是还要经过一个转接 所以往往有时候会错过这个黄金的时间 所以我们后来努力去跟中央争取 也经过NCC的审查通过之后 我们是首度推出来 全国第一个动物救援专线 这里面包含24小时的这个开放 然后即时的通报 即时的救援 那么可以在最重要 最迅速的时间来达到救援的目的 那么从台北市推动之后 我们相信很快的包含中央 包含其他县市也会来引用 加上1959就会跟这个1999一样 变成是一个普遍性的全国线专线 那最重要是透过这样的专线 我会相信让我们动物可以在台湾的环境 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 让人跟动物让我们整体环境 得到一个美好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未来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只要打1959就会有 专人24小时来接通 那么当然也提醒市民朋友 当你需要有动物救援要通报的时候 记得你要说明那个明确的地址 那再来就是当时现场的环境 以及动物的可能的状况 方便我们救援这边的小组 在做这个所有准备 可以做到最完善 然后也对动物做到最好的照顾 通报的部分 其实以前遇到的问题 大部分就是号码不好记 民众想要找政府单位 来救援动物的时候 往往就是记当地的动报机关的电话 那可能会造成一个直接落差 那比较进步一点是有1999这个专线 那再透过转接的方式 交给动报机关来处理 那现在我们1959的模式 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你直接用手机或试话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动报机关 最及时的方式来救援这个动物 那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民众有相关的需求 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那明确告知这个动物的地点 那最好当事人也在现场 来帮我们指认 那让我们准备充分之后 过去现场做救援的动作 专线成立之后 我们还是维持人力在办理这个 相关的救援跟保护的工作 那重点是它效率增加了 反而让我们的工作量可以减轻 就是它可以在最及时的方式 找到动物或是找到当事人 让相关的动物能够及时的被救援 减少我们在时间跟能力的耗损 其实这是有帮助的 经过统计台北市动物救援专线 通报案数有9844件 救货犬猫约1300多只 飞犬猫的有4000多只 同时也成立救援小组 让动物能够更尽速 被安置与获得医疗服务 因为我自己也是 流浪动物基金会的董事 所以那过去对动保的议题 其实我们就蛮在乎 也蛮在意的 那这一次会推动 所谓的这个动保专线 主要最大的原因是 我们发现在这整个 动保处理的流程当中 其实政府跟警方的 这个公权力的介入 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及时 有时候我们打1999 我们必须要转接来转接去 在这样的一个流程里面 其实浪费了很多时间 再来就是中央对于 所谓动保警察的这个讨论 虽然有讨论 但从编制上看起来 其实还不及及 所以我们成立这样的 一个动保专线 主要是希望让市政府的 公权力能够及时的介入 未来民众打1959的时候 其实动保专线的概念 并不是在民众这个部分 对民众来讲是认知 就是打1959 就可以直接找到 所谓的这个动保专线 然后来做联系 但更重要的事情 是背后整个市府 公权力的连结 我们在各区的分局里面 未来都会成立一个 动保小组 这个动保小组 就会跟动保处 跟动保专线合在一起 然后能够对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动保案件 做及时的处理 所以其实整个1959的 动保专线 我们当初在成立跟设计 在提案设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希望说 能够让公权力做到 更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介入 然后在各个动保的 这样的一个案件里面 我们不需要再从所谓的 这个民众转动保处 动保处转这个警察局 警察局再转回动保处 动保处再转回民众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流程简化 那对很多的事件 跟案件 我们就可以做到 更及时的介入 比如说我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过去有所谓的 这个台大的案子 那台大的案子里面 就会出现就是说 民众打动保专线 做检局 然后发现就是说 有所谓的这个 虐待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可能 动保处到了现场以后 就会发现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那公权力需要做介入的时候 动保处是没有公权力的 他没有自把公权力 所以他又必须要 再找警察来做介入 所以每一个案件 在现场的这个状况不一样 所以我们透过动保专线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能够更专业一点 所以我们在动保专线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现场的状况 然后这个时候 动保专线的这个电话小组 他就会直接去做一个确认 就是说我要不要 及时请警方去做协助 那这样的一个流程里面 我们可以节省掉很多公权力 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只要公权力能够介入的时候 很多案件都可以做到 及时的处理 其实有些动保案件 尤其社区或是怎么样情况 是需要警察的介入 那目前台北市的警察局 也跟动保处也已经有建议 相关的配合机制 其实在辖区内发生一些案件 那警察都会会同动保处 一起去处理 那后续呢 我们可能会更强化这样的合作机制 那让警察的同等也可以协助 动保处来做一些动保相关的案件 虐猫虐狗的案件都是动保案件 那原则上都是动保处来负责处理 那有时候涉及一个公权力的保障跟安全的确保 那警察同等会协助 他可以受理的就是救援跟动物保护 那救援的部分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动物在路上有受伤 在公园看到有落草的鸟类 那这个可以通报救援 那对虐待的部分 动物保护的部分就重点在虐待 虐待动物啦 比如说你常常有看到 可能邻居对动物有不好的行为 或是路人对动物有一些伤害的行为 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尊线给我们通报 让我们派员过去处理 民众在台北市内遇到动物需要救援 先确认动物状况 具体地点 周遭环境 并拨打专线 就能让动物得到及时帮助 一起共创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环境 记者问局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能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新义区公所举办的新移民英语课程 从107年开办至今 吸引了许多新移民姐妹学习 今年的新移民旅游英语课程 除了教导基础发音外 还融入了唱歌学英文 在结业典礼中 新移民姐妹们展现了丰富的学习成果 Dear Mother I'm writing from our hotel at the Sard Beach 台北市新义区公所 从107年开办至今的新移民英语班 课程内容丰富 老师教导新移民姐妹们 从认识音标基础发音学起 再进阶到生活英文和旅游英文 今年的课程还特别融入了唱歌学英文 学员们展现丰富的学习成果 我们应该像拍戏一样 Action 1 2 3 Action 好 来 开始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English class is named Life and Traveling English Today we will read a letter Dear Mother Dear Mother And sing a song Big Big World Big Big World Hope you will enjoy our shows Thank you Big big girl in the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因为我们是主题说是traveling English 之后随着慢慢开放 大家出去玩 就可能会订酒店 吃东西都会用英文典单 这样子会用到 因为我本身有一点英文基础 所以在一起跟大家一起玩 沟通 他们就学我当班长 单子重任 然后单日都很开心 大家都对我很友善 都很好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像我们在进修的过程当中 英文还蛮普遍的 像我们以后可能小朋友在问某些问题的时候 是对我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以后旅游啊 或者是说生活当中啊 都会比较频繁出现的 而且现在曲工所办的新移民活动 它变得很多元 它不会仅限于说像什么餐饮啊 或者是说像一些手作课程 我觉得语言这个还是蛮好的 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那我们在上课大部分都着重让他们讲 因为他们是主人嘛 那所以 那这个学期就比较不一样了 同学们对发音已经有了概念 那我们就开始往世界走过去 因为这个班一开始就是旅游英文 那旅游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部分 那所以我后来就在这个第一 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就是把 让他们看智慧发音的部分 做一个review 那整个下来 诶 大家的接受度还不错 看到智慧发音 然后知道轻重音 然后当到智会有连音 所以后来新移民有很多同学 因为他们会跳舞 然后有的多彩多艺 后来我们这一次就用了唱歌的方式 就放入了唱歌的元素 我们交了三首歌 那这次他们 诶 他们还不错 从歌里面连音就连得很漂亮 对 然后大家也会有点感受 透过课程快乐学英文之外 学员们也结交到许多好朋友 具有跳舞专长的学员 也在结业典礼中带领大家一起跳舞 气氛相当欢乐 疫情期间大家都很难在一起相聚 那这一次上课就很珍惜这个机会 大家在一起 学习英文是一个好像是媒介 让大家心在一起可以一起学习 然后每个同学可以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互动 这个机会在疫情下就越来越珍贵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因为这次疫情也感觉都快过去了 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希望来年有更好的像这样的一样的课程 大家在一起交朋友啊跟老师都很开心 老师对我们也非常非常的nice 所以而且我们学了这个英文呢 那以后就是在生活中也会有常常用到了 所以非常实用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的新住民朋友 然后就每个人的才能都蛮无限的 然后就会比如说有的舞蹈团的 然后有一些是餐饮的 然后我们就会在课堂上有个大融合 对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些同学从第一期上到现在 他们真的是从不懂到懂了 看到只会念了 然后他有信心跟孩子来互动 所以我们都是focus在最基本的 然后不怕慢就是也不怕也不怕念的少 就是把会的东西你就表达的非常的完整 所以他们基本上会用 我们说我们出口不要成字 出口就用出口就成句 简单的造句并不难 对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学期的主轴 从发音的地方跨越到生活的英文 然后跨越到旅游的英文 对然后现在有唱歌的部分的元素就出来 所以表演这次会比较精彩 那我们当初是因为新移民 他其实从别的国家来到我们台湾 他有本身有这样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就连续开了两年 那当时也是因为有新移民的建议 好我们在参与式预算的时候 他们有提议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纳入课程 那他们自己也非常享受这个课程 那尤其呢 英语班的部分呢 可以有唱歌 用唱歌的方式 让他们更觉得不会太生硬 或者是带一点那个活泼的气氛 对那我们非常开心 他们今天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成果表演 参与的学员说 感谢新移区公所多年来开办 多元种类的新移民学习课程 尤其是英语课 让他们受用很多 不论是陪伴孩子学习 或是外出旅游 都有很大的注意 新移民文化战 第二届保存创新制造所正式开跑了 除了延续去年的计划内容 今年还加码提高了总奖金50万元 并号召产观学创新先进 共同赔利竞赛内容 聚焦在民众最在乎的健康保障 及财务规划两大议题 培育台湾年轻人才创新实践的能力 受险公司举办的第二届保存创新制造所正式开跑 除了延续去年计划内容 今年特别加码提高总奖金50万元 并且号召产观学创新先进共同赔利 预计三年将投资超过千万资金 培育台湾年轻人创新实践能力 今年我们也是透过一个调查 就是知道后疫情时代 其实就是民众对一些的健康 理财方面的一些的规范 有些什么最关注的一个点 所以在今年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 就是针对后疫情时代 民众对这些的需求 有些什么的不一样 我们也在今年的一些的推动上面 可以把它当是一个参考了 受险公司表示 和其他黑客松或商业竞赛 不同的地方在于 保存创新制造所 从竞赛培育到孵化完整赔利 由保存携手各界业师 评审员工和保护 共同提供学生创新实践的多元观点 并在赔利后持续推进计划 发挥社会的影响力 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他们的提案 看有些什么的需求 我们可以做一些业师的媒合 还有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保存人寿的同仁们 也会变成了一些的赔利的志工 就是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 在业界一些经验 还有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一些提案 可以更容易去落实 受险公司表示 第二届保存创新制造所正式启动 增建时间从即日起到今年12月19号中午截止 邀请大专院校在学生以及毕业两年内的青年 踊跃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提案 共同成就人们的健康与福祉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当代艺术馆 推出了两党崭新策划连展 共视觉与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 即2021年当代馆首度推出 新生代策展人系列展后 今年由孙以珍与王涵芳两位策展人 接续以新世代的观点 结合自身跨域的策展潜力 展开不同维度的当代视野交互对话 这个作品它主要是想要探讨说 如果人的意识在人的身体里面 那透过VR这个载体 可以做怎么样的身体互动 好奇迹作品意识景观系列 由三件VR互动装置构成 作品将VR装置视为人脑外挂 邀请观众分别在高脚椅 草地 透明帘内 在三段虚拟实境中 探索意识与肉身 与自我与时空间的关系 共视觉策展人孙以珍 从横跨生命科学与艺术的背景出发 集结国内外六组艺术团队 展出作品涉及科技 非人物种 神灵信仰等议题 试图共创一座意识实验场 递出重启人类觉知的邀请 第一它脱不开人与人之间的 共识如何达成 其实最原初的问题应该是这一个 那人和人之间的共识如何达成 如果我们继续去追问和去探讨说 在共识的达成与不达成的过程中 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会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共识 它不是只有语言的交换 立场的协商 其实还有很多是感受 或者是非语言的同步 所以在这样子的出发点之下 才会发展出这个共识觉的展览 那这样子的提问它为什么会用共识觉 这个觉知作为展览的命题呢 还有为什么你一直在展览里面看到所谓的意识 跟共同意识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是因为在思考共识的达成过程中 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语言 还有感受的同步而已 好像有更多是 你甚至没有办法立刻说清楚的那些 隐晦的交换 包括资讯的交换 感受的交换 立场的交换 或者是价值观 世界观的交换 所以在这些交换里面 我希望在艺术的场域里面 我们用艺术创作的想象力 或者是创造力 去把另外一个讨论的空间打开 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 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 好像有点奇幻 有点要进入以前那个New Age那种感受 但是它可能更多的要探讨的人 就是个体跟个体之间 要怎么样同在这个时代 尤其是当疫情 虽然台湾已经慢慢的要进入 所谓的后疫情时代了 但是你会发现在整个疫情席卷之后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感 或者是同步的方式 互相感受的媒介 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那在这样子的时代脉络 还有我个人比较关注的议题之下 才会发展出这样子的展览的命题 二楼展区由策展人王涵方策划 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展览 概念来自于社会高度复制 迪士尼化的沉浸体验 邀集国内外六组艺术团队 重新探究各种欢乐高强度 且过载的刺激 反思冲刺于真实与虚幻间的问题与真相 二楼的展览 其实跟一楼的展览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也是有类似的状态 其实就是它其实有可能创造出非常不同的世界 但是在同一个平面之上 那二楼的展览其实主要是以 就是主题乐园作为一个出发点来去探讨这次的展览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就是 假设如果大家平常走在就是城市里面 可能偶尔也会发现一些 类似像这样主题式的环境 比方说可能像是主题式的饭店啊 或是主题式的餐厅 甚至可能有一些就是历史的遗迹 当它要被重新整理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一个相对 主要想要去陈述的一个脉络 那它可能会牵涉到经济的层面 但是它也可能会牵涉到政治的层面 比方说像有很多类似像城市类型的博览会 它其实除了就是去介绍那个城市之外 多少也有一点城市宣传或是观光的目的 所以在这次的展览里 其实主要我是想希望借用主题乐园 作为一个范本 然后来去讨论看看 就是在城市当中 跟主题环境有关的像这样的状态 然后它背后的运作的机制 或是它的运行方法可能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 之所以是挑战赛的原因 因为之前有蛮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可能是有点直觉的想法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也许可以挑战的事情就是 我们个人或是说我们所在的那个机构 或是这个团队可以在像这样子的主题环境 或是像这样的故事里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今天主展分为一楼跟二楼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主视觉 也有两款看起来非常不同 但是这两档是我们近年来当代馆 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推动 就是青年策展的计划 我们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是不断往前 也希望经由更多这个年轻的策展人的眼光 在我们看向世界现在正在讨论重要的议题 所以青年策展的计划 会是我们持续推动很重要的一个 面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是让我们更认识当代艺术 在最新议题发展的一个机会 那这次的主展分为一二楼 一楼是由孙以珍策展的共视觉 因为认识非常久 我知道以珍长期在生物艺术 以及在哲学科学上的一些兴趣跟努力 所以共视觉大家会看到它有一点迷幻的样子 但是那个样态其实是 不管我们在跟别人意识的碰撞 或者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潜意识的那个阶段 它有很多的作品希望能够呼应 或是提出这样的一种观察 二楼的展览名称稍微长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主题乐园 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 这其实是充满一种刺激的感觉 主题乐园可能大家从小到大 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过 但这个主题乐园发展出来的一个展览 它一定不是在歌颂或原样重现主题乐园 而是主题我们可以经由到二楼的这个参观动线 看出策展人其实不管在作品的挑选上 跟艺术家合作上 以及希望观众经由这些路线 能够向我们进入主题乐园 被设计好的一个情境一般 来讨论这个主题乐园延伸与当代艺术相关的议题 共视觉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两档展览 即日起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至2023年1月29日 欢迎民众清零现场 一起打开多重感知的体验层次 遇见当代艺术的新境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内湖公民会馆正展出一档公笔花鸟师生展 担任中华民国公笔画学会 荣誉理事长的邱素梅老师 带领30多位学员展出多幅公笔花鸟的画作 透过观察大自然 呈现出多样的花卫 鸟类动物等创作 还有学员结合自己的心意画录作品 展出时间到10月24号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墨池点点红 邱素梅公笔花鸟师生展 目前正在内湖公民会馆展出 有多年教学经验的邱素梅老师 特别带领学生共同举办公笔花鸟的画作展出 透过观察大自然 将一草一木 花鸟走兽入画 还有学员将自己退休后的心境 一起融入公笔画中 这一次我们在内湖公民会馆的展出画作 都是由中正纪念堂的五班跟晚班的同学 一起来展的 总共有差不多32个学生 然后作品有50多幅 这一次的作品 菱兰满目 都是学生他们喜欢的作品 包括我课堂上面教的 或是他们自己去写身创作的 包括花鸟 草丛走兽都有 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一起参观 这场的展览 我这一次展出的作品 是以白露丝为主要的 因为我是内湖人 我在内湖的内沟出生长大 我也是念内湖的东湖国小 所以说我本身现在也住在内湖 我对白露丝比较好的印象 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因为我小学放学回家的时候 都会经过一个白露丝山 可是这个白露丝山 不是现在大湖公园上面的白露丝山 是在我们有一个 全部都是竹林的地方 所有的白露丝都会在上面休息 产卵 延续下一代 我们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它 所以我对白露丝是非常有感情的 所以这一次能到内湖公民会馆 来办这个师生展 我就以白露丝这一幅画作 呈现给大家欣赏 那这次是由我来策展的 那我自己本身在本次的作品里面 我有两幅作品 那一幅是戴胜采菊 另外一个是在后面有一个就是柿子跟那个蓝雀 那我画我是金门人 所以我当初我在就是画这幅菊花的时候 那是因为菊花其实入画 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比较少 那菊花本身它有一个意涵 就是一个隐世的一种精神 那文人很喜欢这种就是 等于说它的休闲 它的那个意境里面 有一种隐世的状态 那因为我以前也是在金门 我以前有在政府单位担任过职位 我是以前是金门酒茶 厦门公司的总经理 那后来我来退休了以后 我就开始跟邱老师来学画 那所以这幅菊花的这个部分 我就把这种精神 等于说我自己也退休了 然后我开始来学画 我有这种意境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里面有一个戴胜 那在戴胜是我们金门的就是蟹鸟 那其实戴胜等于说是古时候 索罗门跟四八女王的信使 那所以我把这幅画 呈现在这里的时候 那就是有一种就是 当你在休闲隐退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休闲的时候来学学画 那种休闲的精神 我这一次参展有三幅 那这是其中一幅 那这一幅的话就是 厉头鸭家那个芙蓉 那因为我家就住在双溪那个河边 所以我常常去那边那个散步 常常去散步 那在因为台北市的那个环境 那个环境现在变得很好 就是这一些绿化什么都很好 所以我常在那个河堤那边 看到很多鸟类 像那个亮鸟啊 八哥啊 南雀啊 甚至我也看过绿头鸭 那河边也常常有一些芙蓉 那我就想说那把我们河边的一些风景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呢就 就就就 创了这一幅画的那个稿子这样子 那找一些资料 然后或者是学 就是去看一下那个芙蓉是怎么长的 那稍微 稍微看一下参考一下 找一些资料 然后就 说出了这一幅画来 那邱老师其实他帮我们 就是他在 他很鼓励我们常常要去写声啊 去观察大自然 所以 我觉得我学了这个画之后 会变得比较 就是只要出去走路或干嘛 就会 比较常会去注意这个植物啊 这个花啊 它的生长的季节 还有它的那个结构是怎么样 那反而对自然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了解 然后 更容易融入那个大自然中 而不是就是这样子走走 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走马看花就回家了 对 我这一次呢 主要是这一幅 后面还有三幅 是有一点不同 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强调 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环境有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画出来这样子 那我这幅呢是 苹果跟这个冠羽化媒 那冠羽 苹果是属于在我们台湾 它会种在比较高山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配的鸟就是属于比较寒冷 比较高一点台湾有的鸟 这个叫冠羽化媒 在平地可能比较少一点这样子 然后我会选这幅是因为 我们除了花鸟以外 我们也有水果 那我想一想大家交出来的作品 水果比较少 所以我就选这个这样子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是工笔画 邱素梅老师说 工笔画主要是先画出精致细腻的线条 再用颜料层层渲染 呈现出精致的美感 大家都不了解什么是工笔画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工笔画 工笔画就是用精致细腻的线条 在我们的有繁过的宣纸上或是绢布上 画了精致的线条 然后再经过层层的渲染 然后创作一幅精致细腻的作品 那我们工笔画它的创作就是我们从临摹 在写身在创作 所以说在临摹的时候就是初学者 我们都是以临摹为优先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写身 在创作就可以得到一张完美的作品 大家都说工笔画很难 会伤眼睛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的工笔画一定要出去外面写身 写身的时候我们就会接触大自然 然后接触美的事物 接触美的事物就会让我们的心情产生愉悦 愉悦的画就会创作出好的作品 因为它是慢慢一笔一画 然后融入那个画中 然后因为你要去观察那个大自然 那你在画的中间 你感觉你好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 那当你画得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进入那个状况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就是在一个冥想的状态当中 所以就算你心里有什么很多事情 或者是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你在画的当中就慢慢的被疗愈了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都在大陆 那我退休下来了以后 我第一个报名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邱老师的那个工笔花鸟的这个的 所以我习画的时间总共三年 那刚开始学的时候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老师很亲切 而且很有耐心的教我们从怎么开始拿笔 然后把解释我们所用的工笔画 到底是什么叫工笔画的一个过程 然后让我们这种初学者来学的时候 那我第一幅画画出来以后 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那老师也同时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初学的时候 老师也很热心的把我们的作品 不管在中正纪念堂 或是有参展的机会 它都让我们有机会去出现 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呈现 那我也很幸运的就在那个时候 我的作品也有录到就是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当代的那个就是书画名录 我们等于说两岸的部分 有把我的作品也放进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另外一个额外的优点就是说 退休了以后你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跟场域 跟交到很多有志一同的朋友 交换心得 没有勾心斗角 很快乐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阶段最快乐的一件事 那创作的过程的部分 我把我们金门的生态 包括我的鸟类 包括我的就是植物的部分 我希望一一的因为老师的教导 我能够慢慢的把我们金门的生态呈现出来 那这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人家说 林翠云你会画画 对的 我觉得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把我以前不会的东西 这次竟然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就非常谢谢老师 也就是也谢谢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有把我自己潜在的一个 原来唯一可以画画的这个能力呈现出来 秋树梅老师说 工笔画的创作呈现其实很活泼多元 现场有学员画在一种金色的金尖纸上 展现不同的视觉效果 也有画在捐扇上面 多面的捐扇加上工笔画风 衬托出了不同的美感 内湖公民会馆馆长张秀杰说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欣赏秋树梅公笔花鸟师生展 沉浸在细致优美的画作中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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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期盘关心您 总经费达5.8亿元的基隆东岸游轮广场串接工程正式开工了 这一项工程将透过空中跨桥平台串联海洋广场与基隆市区完成市港再生的最后一礼路 113年4月完工启用后将能再次提升基隆市港风貌完善市区的人本空间 让基隆真正成为国际级的港督城市 在基隆市长林游昌将部长王国财与立法人蔡世英等人手持电动凿锤开凿后 基隆东岸游轮广场串接工程正式开工 这项工程将打造空中跨桥平台串接海洋广场至东岸市区 即将卸任的基隆市长林游昌高兴的说这是市港再生标案计划的最后一礼路 今天的这个游轮广场的串接工程是我们整个基隆市港再生标杆计划里面 最后一礼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我卸任之前来进行动土的一个仪式 那接下来工程马上要进行 那会在113年的4月份来完工 那这个游轮广场的一个平台对整个基隆市人本环境的一个营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那它会把我们整个水岸边还有东岸的商场 以及我们的文化中心的美术馆演艺厅 还有港务公司的游轮旅客大楼会整个穿接在一起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跟设计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一个水准 那也得到重要的一个奖项 那我希望在113年4月份完工之后 我们整个东岸的这个港边的一个串接 它的一个狼带一定会变成是国际邮轮的客人 还有我们国内的民众 那来到基隆看到基隆港漂亮最美丽的一面 交通部长王国财野大战在基隆市长牛昌主阵下 8年来基隆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包括基隆捷运预计明年第四季东宫 这段期间交通部与基隆市等方面合作相当愉快 未来也将持续甚化合作 8年前来基隆看到的是一个黑白的 那今天到基隆看到完全的彩色 而且多彩多分 所以我想说在整个在这8年的建设 大家有目共睹 然后基隆捷运现在也已经送到环保署 如果快的话明年第四季秋可以动工 所以整个基隆的发展 全国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进步 我们期待后续交通部继续 跟基隆市政府来做一些合作 持续来进行 有些还在进行中的工程继续把它完成 立法院蔡思英则认为这项穿接工程 未来将可提供游人旅客 更便捷安全的步行动线 蔡思英也强调 接下来在军港西签后的相关开发案 它会持续努力 让基隆往前蛻变不走回头路 对于我们基隆港市的支持 那除了我们看到这些工程之外 未来包括军港西签之后 东岸旧的渭海营区的开发案 以及C456我们的港海运大楼的开发案 这个部分未来是应会继续来努力 我们期待让基隆继续往前蛻变不走回头路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处长徐燕新表示 这项平台穿接工程需穿越市区道路上方 在金融市是首次尝试 因此主要结构量体将先踩预柱方式进行 在不影响市民生活环境的前提下 用最快速的方式建构完成 主要的结构的量体跟结构的部分 都用预柱方式去做 然后希望用最快速的方式去做衔接的部分 这个部分当然国际很多的大工程都有这个经验 在基隆是首次的 所以也是我们极大的挑战 但我们现在正努力去做细节的一些调节跟调整 那未来在做这个串整的部分之后 我们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展现我们的工程的能力 把这个串街工程尽量不打扰大家的日常的一个生活环境 还有交通环境的这样状况之下进行完成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前行政院长江仪化帮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站台 特别提到当年推动的基隆军港迁移计划 也看好谢国良会好好建设基隆 画面上就是前行政院长江仪化跟谢国良一起进行扫结拜票 希望在最后关头为谢国良多争取选票 江仪化在行前记者会特别提到当年争取军港迁移计划的动机 期许谢国良未来要好好建设 也就是基隆军港的西签 是在2014年的年底的时候 由行政院做成的一个重要决定 那刚才国朗也讲到 其实我担任行政院长的时间是2013到14 也就是民国102年到103年的这两年期间 那国良当时跟徐超平委员一样 都是我们基隆的立法委员 他们对于基隆将来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跳跃式的发展 怎么样才能够替我们基隆乡亲创造最好的繁荣的机会 都非常的关心 想象的就是我们在把这整个东岸码头释放出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得到 他以后再也不是这些军舰停泊的地方 他不管是要坐观光的邮轮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这种游艇的规划 可以让整个东岸变成是一个像欧洲 或者是一些西方国家一样 非常漂亮的一种游艇码头 所以未来我会认为整个东岸 整个中正路上都是要打造一个快乐 观光旅游休闲商业购物零售 这样子的一个商业区域 这个策略跟这个方向一定是从江院长定案 那个时候开始 未来会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未来我假如担任市长 我一定会致力打造于这个东岸 中正路还有这个131舰队 军港这边的一个整体的观光的一个 零售的一个区域 但我们希望引进国际级规模的经营者 或投资者 未来能够把东岸好好的做起来 如果你从东一码头 也就是说从这个 东岸高架桥一路下来 然后是一片平地 直接到东六码头那个震撼感 谢谢院长帮忙 然后未来就是国家 跟我们这些市议员要努力的地方 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特别来基隆为谢国良造势 希望巩固国民党基本盘 再向中间选民请托 北北极桃一定要一起合作 就像我们今天在新北侯友宜 一定要跟基隆 能够密切的连结在一起 台北的蒋万安也要连结 甚至到桃园 我们都要连结在一起 那这次很明显的 我们这四位候选人 不论能力 精力 学历都是最强的 而且我相信他们四位共同胜选 就可以打造一个北台湾 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城市 这个基北北桃 我们就可以连结在一起 记者黄正生 基隆报道 南南水源桥在雨天的夜晚 呈现出没有落差的平面道路 容易导致交通意外 市议员零恩典接获民众反映 办理会开安要求改善这个危险问题 水源桥头人行道上的反光板 遭到撞断 并且留下深深的摩擦痕迹 就知道危险性 通往暖暖区和基福公路 重要的水源桥 在下雨天的夜晚特别危险 因为路面和光线的关系 造成有落差的桥面 和桥面上的人行道 因为视线不良 变成没有落差的平面道路 导致机车骑在高低落差点摩擦碰撞跌倒的交通意外频传 市议员零恩典接获民众反映 特地停下选举行程 邀请市政府交通处公务处警察局交通队和第三分局人员 办理会刊 要求至少先规划好曹化线警示机车以及开车的用路人 直接就骑到人行道上 那当然我们在私座的时候 公务处旁边有放矮矮的一个反光标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往往都直接冲到上面去了 那造成上次前天前几天也有车子 跑到人行道上要急得下来 车子就翻倒了 我想这些的事情我也在议会里面也提了两次 那今天特别又来到现场跟公务单位在讨论 那我们的一个结论是先用曹化线来强调这个路口 马路的人行道跟这个马路是有不一样的范围 那提醒这个我们这个骑车的这个民众 不要再误闯到这个人行道上 原本联恩典希望可以装设 软值分向感在水源桥头提醒大家 或是地上装设猫眼石等反光设施标示清楚车道线和人行道 不过并没有获得交通处人员的认可 因此要求在最快时间内在桥头画设好曹化线来提醒汽机车用路人 在下雨天的夜晚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